这是Kate包装过后的一些订单 放得比较凌乱 我们想找哪一年的或者是月份的 不好找这样比较凌乱 我们想给它尽力改善一下 这是我们改善过后的Kate的订单 运留一年的订单 我们拿废弃的箱子把它拼凑起来的 然后按照月份还有每一个订单的型号 按月份给它这样规划了一下 这样找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